为了响应每年冬天的乌鱼记 高雄紫关区建起台湾第一座乌鱼文化馆 馆内深藏丰富的乌鱼文化史 包括补乌鱼剧 乌鱼产业史 乌鱼雕塑和袖珍版故事等 让历史变得活泼有趣 也让小朋友可以透过游玩 认识到柯仔寮的渔村文化 民众来到文化馆的沿途中 马上就能看到柯仔寮淳朴的城乡之美 而临近的柯仔寮牛鹿沟湿地公园 和红树林生态区的地理位置 也让你可以一次将这些景点的美丽打包带走 作为体验乡土民情的礼物